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来进入一个新的单元,这个新的单元是NC上一个小单元的 上一个小单元介绍的通用性接口的意义,结构,以及它的商业的价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以实际的范例来帮你做解说,说明这个设计的思想,以及透过EIT怎么把它落实成代码 那一开始我帮你复习在上一个小单元已经介绍过的通用性的I的设计方法 OK,那么在接下来呢,我就来说明我们已经会设计的通用性的I 那么如何呢?拿这个I来支撑敏捷的需求用力 就是在敏捷当中,我们常常会用use case,用用力来表述这个需求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在这个敏捷的开发当中 那么也可以应用use case来清晰明确的表达需求 然后呢,这个需求呢,也能够对应到EIT的造型 能够透过这个EIT造型,对于架构来做清晰明确的表述 然后再传达给开发者 因为需求是来自用户 所以呢,我们将用户的需求用use case表达的很清晰 然后呢,架构师呢,设计架构来支撑这个需求 也就支撑这个use case 然后呢,架构师用EIT造型来表述这个架构 然后呢,再传达给开发者 因此呢,我们就达成了用户 透过use case,衔接到架构师 架构师呢,透过EIT造型,衔接到开发者 然后这样子,这个一以贯之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非常流畅通顺的一个过程 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模式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首先,帮你做个铺垫 就帮你做个复习 通用性I的设计咯 一开始看到有Client跟Server OK,那么这就是特殊性的接口 只适合Client1跟Server1 好,那么为了建立出通用性的接口 因为通用性的接口呢,就是EIT的I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放了一个EIT造型 好,放了造型之后 把这个造型放大 把它解开,就变成EIT咯 好,然后这个就是通用性的I咯 这个就是特殊性的I1咯 OK,那么这中间可以有透过T来做转换啦 透过T来做转换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东西把它合并进来 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本力是一样的 所以呢,合并进来之后 就变成用这一个Attend的符号咯 那么I就在这里咯 是变成这里的抽象函数咯 所以这是另一种EIT的变形 那这个形呢,跟这个形不一样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OK,好,那这个E呢,就可以提供一个接口叫I1 给空爱来使用 这个就是对空爱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因此呢,就变成这是一个给空爱用的通用性的接口 这是给Server用的通用性的接口 那么这就构成我们所谓的通用性的接口设计 通用性的接口设计 OK,然后这里配上T 然后来调用这边的这个特殊性的接口 那这就是我们在上一节所帮你说明的 然后既然可以把一个Client1 跟Server1 配上这个通用性的接口 我们也可以把Client2 也把它配上来 可以配一直把所有东西都配上来 因此呢,其中的Client1,T1,S1,Client2,T2,S2 都是可以独立开发的 这里头最重要的点在这里 就是,这一组Client1,T1,Server1 是可以独立开发的 那这合乎的这个敏捷呢 以use case来切割需求 然后作为每天交互的一个标的 那跟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提到的敏捷 use case呢 就有这个一起同工之庙咯 也就是说在这里可以 今天开发Client1,T1,Server1 那么今天就可以交付 而且给我测试 然后取得回馈 那么明天呢 就可以deliver 这个Client1,T1,Server1的第二版 也可以开发新的 Client2,T2,Server2的第一版 然后这样子可以非常有效的来支援 这个Agile Use Case 就是敏捷的 用力的一种使用情境 OK 所以只要共享这个IE跟I 这两个通用接口而已 其他都是独立的 就是共享这个接口而已 其他都是各自独立的 可以搭配敏捷迭代构成 而独立开发产出 以测试 OK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个可以独立的属于今天的迭代 然后今天开发 今天产出 那么明天呢 可以继续产出这个第二版 然后可以产出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交付的对象 OK 就是以Use Case为主 今天产生Use Case1 明天产生Use Case2 然后产生的Use Case之后 后面的这个Client 跟Server的代码就可以共用 通用性的接口 然后把它组合起来 OK 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刚刚的通用性的这个接口呢 跟Agile Use Case 就是临结用力把它对应过来 就是刚刚这边的Client1 T1 Server1 我们可以把它对到Use Case1 这边可以对到Use Case2 那这样就联起来了 也就是基于这个刚刚所看到的这种独立性 我们可以把刚刚的结构拿过来搭配 Agile Use Case的使用情境 那么在Agile里头呢 所谓需求呢 就是从用户的股市 叫User Story出发 也就是细数的用户的运景 然后随着敏捷的迭代过程 逐渐的收集更多的需求细节 然后表现在这个用力图上 以及表现在用力的细数上 OK 那我这边说明的就是说 用户的需求 一开始并不是很完整 它是从用户的故事起头 这个故事呢 只描述着这一个用户的运景 然后逐渐的再收集更多的细节 然后收集进来的时候呢 这是在收集的过程咯 这叫做分析的过程 或者叫做 Knowledge Acquisition 知识获得的过程 不管这个获得过程 顺畅不顺畅 或者是完整不完整 我们一样的都能够用 Use Case Diagram 来表述 那么这是图 那么文的部分 用Use Case Description 来做描述 那这两个就是我们的需求的 表述的方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个用力 它的背后呢 就是提供给用户一个服务 其幕后隐藏了一个服务 就系统跟用户的这个接口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来建立出 这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所以就很容易的 把上面这个图呢 把它对应过来 对应到这里 所以就变成 Use Case 1 对到 Use Case 1的 plugin 然后 对到这个 Media Player 或者是 它自己的 这边的 Server都可以 这边是共享 Media Player也可以 不共享也可以 这看实际的情况 Use Case呢 透过通用性的接口 它扣它 透过这个接口 扣到Execute Execute再扣到 OnExecute再扣下来 再扣下来 因此呢 那这样子就可以 让Use Case呢 可以独立的开发 独立的开发 配合敏捷 OK 但是它在背后 有一个共同的结构 就是 通用性的接口 这样子 可以有效的 把它组织起来 所以 这个架构图展现了 两项的优越的特性 各用力之间 都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 这个Use Case呢 跟这个Use Case 两者是独立的 所以可以 归属于不同的 连带的一个目标 只是 它们共用通用性的接口而已 其他都是属于自己 特殊性的 它自己的特殊性的接口 能然还是保留的 第二个 透过EIT造型的接口转换之后 透过EIT之后呢 让这个Client端 跟Server端呢 变成独立的 变成独立的 这里有两层的独立性 一层就是 每个Use Case之间 可以独立开发的 那么 再来Client的部分 跟Server部分呢 是可以独立的 开发测试 以及成长的 OK 所以 这样子 变成两层的自由度 就是两种变动的自由度 一个是垂直的 一个是水平的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架构 让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通用性的接口 来支撑 这个Agile的用力 这个开发的一个模式 开发的模式 所以呢 我们继续的能够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构 再扩大 再进行的优化 我们就 增加了一个潮潮类 潮潮类 变成了两层的EIT 这边是一层的EIT 这边又是加了一层的EIT 透过两层的EIT 那么 其他的目的 其中的目的呢 当然有很多种 看你的角度啦 如果这一边是天子 是别人做的 那么 这边可以写天子 以令诸侯 那么 如果 这一边是你做的 那么你提供的STOP 是来帮忙这一边 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 减轻他的工作量 OK 我再说明一遍 如果 你是 这一个是别人的 比如说Android的 那么 你现在加了潮潮类 可以 写天子 以令诸侯 OK 可以改变 它的JCO 让这一个子民 AP呢 看不到 这个天子的JCO 这是 写天子 以令诸侯 的周法 那么如果 这一个通用性的部分 是你做的 那么 你提供的这个STOP 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的负担 OK 所以 这样的一个结构 UseCase的个数 可以不断的增加 而且透过通用性的JCO 然后把Client跟Server 把它独立出来 把它独立出来 那么 无论你的哪一个UseCase 都是透过IPlugin 的Execute的函数 都是透过IPlugin 来调用 这个函数 OK 然后 再来 调用 这一个的 OnExecute的函数 就这边再扣这边 OK 它扣这边再扣这边 OK 都是一样的 来做通信的渠道 因此呢 实现了 各用力的 通用性接口的设计 就是让这些用力呢 大家都 有一个共用的 通用性的接口 那这通用性的接口呢 就包容了 这一个买主 在后端的 这一个 选择性 包容了它的 未来决策性的改变 也实现了 Agile UseCase呢 的目标 让这一个 可以 让敏捷呢 开发 能够以UseCase 作为需求的切割 然后 以UseCase 作为 这个 开发的 目标 也就是UseCase呢 作为 这一个交付 减量 测试 等等 的一个单元 一个目标 OK 好 那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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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